如果说放牛斑的春天是教师节的正面教材 那么今天要带大家分享的这部老师的恩惠 绝对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很难想象 在不失声题材的电影中能看到如此血仙的桥段 用圆规撑开嘴巴 放入美工刀碎片 再往红楼里倒进滚烫的热水 又或使用定书机硬伸伸把人的眼皮钉起来 满清十大酷刑不过如此 是处必有因 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会让报复来得如此惨烈 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 身怀六甲的朴老师 正带着班上的学生在海边郊游 突然鲜红的液体从两腿之间流出 送到医院后 朴老师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然而看到孩子的第一眼 他就傻了 儿子畸形长得像怪物 人言可畏 几年后 丈夫因为无法接受现实 把儿子关在了地下室 而他自己也在不久后自挂了东南枝 转眼二十年过去 警方接到报案 来到海边的一栋房子里 地下室中赫然出现五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而两名幸存者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躺在床上病情较重的女人正是朴老师 而坐在床边的年轻女人名叫梅子 警方查到老师曾经生过一个畸形的儿子 但在丈夫死掉的几年后就失踪了 至今生死不明 警长想从幸存者口中获得更多线索 梅子犹豫再三后 说出了案件的整个过程 一年前 梅子因为无家可归 被双腿瘫痪的朴老师收留 作为回报 梅子负责照顾老师的饮食起居 眼看老师的身体每况愈下 梅子联系了几个小学同学 准备一起为老师庆生 最先到的是明浩 他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 然而两人握手时 明浩不经意间流露出了生理不适 迅速把手抽了回来 很明显 明浩很抵触于老师的肢体接触 随后感到的是即将结婚的班长士浩 和副班长恩英 两人出身贫寒 上学的时候 朴老师经常开玩笑 说两人都穷得叮当响 所以很般配 没过多久 运动健将达峰 搭上朱小妹的顺风车 姗姗来迟 两人行拜师礼的时候 朴老师问达峰的腿是怎么回事 原来 他曾被朴老师罚了一天下蹲 从此右腿落下了残疾 然而这一切 朴老师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别看顺姬热辣性感 对老师更是热情的不得了 其实 他也有不好的回忆 因为小时候很胖 朴老师经常带着班上的同学 集体嘲笑他 长大后的顺姬自卑敏感 赚到的钱 全砸在减肥和整容上 即便如此 他还是有严重的容貌焦虑 最后一个赶来的是 很容易害羞的郑元 他应该是这里面最惨的一个 上学时 他因为大后拉在裤子里 被朴老师叫了家长 结果母亲在来学校的路上 发生车祸 成了植物人 在这之后 郑元便退学 没人知道 他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至此全员集合 看着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们 郑元的脑海中 闪现小时候的一段记忆 某天放学 他们几个偷偷来到老师家 地下室的窗口 原来班上的同学 都知道老师生了个怪胎 但没人见过他的样子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过来查看 关在里面的永文 看到有人来 连忙戴上兔子面具 即便没有交朋友的自由 但他依旧渴望友情 之后 有人颤他不注意 掀开了面具 结果都被永文的样子吓跑了 只有郑元捡起兔子面具 微笑着还给了永文 而这也是永文第一次 感受到世界的善意 可就在这时 朴老师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以为郑元是来取笑儿子的 对他一顿打骂后 警告他以后别再来打扰永文 想得入神时 梅子的声音唤醒了他 晚餐时间 大家吃好玩好 嗜好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清楚地记得 六年级的教师节 母亲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 然而 当朴老师看到是一双 不值钱的袜子后 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不懈地把礼物丢掉一边 然后高兴地 带上别人送的名贵丝巾 这件事让年幼的士豪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酒精上头后 士豪决定不装 摊牌了 你们不是有话要说吗 怎么都装出一副无话可说的样子 达峰 你的腿是怎么瘸的 在座的 我们每一个活出名堂 都是失败者 士豪直言 他来参加聚会 不是因为想念老师 而是来看他是如何苟活的 这一顿嘴炮输出 打得朴老师措手不及 他声泪俱下地说 都是我的错 我其实是为了你们好 看着老师很难受 其他人无动于衷 只有梅子走过来 把他推回了房子 之后除了嗜好 其他人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刚才的闹剧 让氛围有些尴尬 一时间 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在这时 达峰闻到一股臭味 赶紧捂住了鼻子 见状 梅子喊上恩应一起 把老师带回了卧室 此时的他们还没意识到 一场无情的杀戮 悄然上演 独自在海边的嗜好 还就得老师发着牢骚 不远处一个黑影越来越近 等到嗜好察觉不对 为时已晚 神秘人戴着兔子面具 手上握着锋利的美工刀 他疯狂地刺向嗜好的身体 直到血肉模糊 倒下再也爬不起来 最后 毫无反抗之力的嗜好 被凶手拖走了 似曾相识的兔子面具 难道凶手就是长大后的永文吗 梅子要给老师准备药 于是拜托恩英给他洗澡 洗着洗着 恩英也涌现了不好的会议 小时候 他家比嗜好家还要穷 六年级那年的教师节 因为买不起像样的礼物 他和母亲花一晚上时间 精心制作了一张贺卡 没想到 老师打开后 除了嘲笑还是嘲笑 这种不值钱的东西 怎么能入他的眼呢 小时候的恩英不懂 因为这件事 他一度痛恨自己的父母 怪他们太穷 直到长大他才明白 真正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朴老师 想到这儿 恩英起了杀心 他转身去洗浴球 愿由双脚不受控制的老师 身体慢慢滑进水里 即便听到呼救声 他也一副没听到的样子 就在老师快被淹死的时候 梅子送药过来 才及时把他从水里抱得出来 面对梅子的指责 恩英连忙解释 刚才走神了没注意 而在地下室中 属于嗜好的噩梦 才刚刚开始 夜晚安静的可怕 只听到嗜好急促的喘息声 以及美工刀片被掰碎的声音 嗜好的白色衬衣 早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 他被凶手五花大绑在椅子上 嘴巴被原规简单粗暴地撑开着 眼睛也被交代封住 视力剥夺的情况下 人们对于未知的恐惧 或许远远超过恐惧本身 凶手将锋利的刀片 一股脑洒进嗜好的喉咙 再以100度的废水送服 承受剧痛的同时 他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能浑身抽搐直至死去 离开浴室后 恩盈问客厅里的几个人 嗜好在哪里 怎么还不回来 可是大家都不清楚 恩盈一个人来到海边 本想打电话给嗜好 结果手机没信号 这时 恩盈的卧室闪过一道人影 以为是嗜好 他就回去了 路过走廊的时候 恩盈并没有注意到 墙上的画 多了一些诡异的涂鸦 尤其是戴着兔子面具的小人 格外醒目 我始终 恩盈说了半天 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掀开被子 下面竟躺着一个 诡异的兔子面具 就在恩盈吓得长嘘一口气时 一只手突然从床底下伸了出来 显然 恩盈没有发现 明浩这边 白天和朴老师的肢体接触 让他做起了噩梦 吓得一身冷汗醒来后 他吃了点药 然后走向沙滩 准备吹吹海风静一静 然而 他刚坐下来 他就出现幻觉 看到朴老师穿着婚纱 朝自己走来 当老师的手伸过来的时候 他害怕得像个孩子 就在明浩即将崩溃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顺机的声音 他终于清醒 原来 刚才走过来的 并不是年轻时候的朴老师 明浩出门时 恰好被失眠的顺机看到 放心不下 于是找了过来 恩英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人绑在了地下室 已经看不出人样的嗜好 此刻就在他面前 又是神秘的兔头面具人 他拿出一个定书机 将恩英的眼皮盯了起来 不是在找男朋友吗 现在就让你看个够 面具人的杀戮仍在继续 下一个要倒霉的是大风 明浩刚离开 他就醒了 在酒精的麻醉下 他露出了内心最真实的情绪 虽然白天他装出一副 坦然的模样 其实他一直无法接受自己的残疾 过去的二十年里 他活得很痛苦 朴老师这边睡得也不安稳 他梦见儿子永文 以及丈夫死去时的惨状 惊吓声引来了睡在隔壁的大风 他酒后吐真言 埋怨悲剧都是朴老师一手造成的 小学六年级 他在接力比赛中不小心摔倒 导致输了比赛 朴老师怪他拖大家后退 不仅当众给了他一耳光 还罚他坐了一整天下蹲 好好的右腿就是这么废掉的 就在达风朝老师不无逼近时 床外突然闪现兔头面具人的身影 老师吓得瘫软在床上 达风则意识到 可能是永文回来 向他们复仇了 达风慌张地跑进树林里 可腿脚不利索的他 根本跑不了多远 很快 面具人出现 将他打晕 醒来时 人已经被铁链锁在地下室 他的身上被刀片划出无数小口子 数不清的蚂蚁 正顺着刀口 咔食血肉 钻线的疼痛 让达风比死还难受 最后 面具人挥动铁棍 不停砸上达风的脑袋 梅子被地下室的声音吵醒 开灯的一瞬间 他几乎被吓得晕过去 因为他看到的是 三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明浩听到尖叫 率先赶过来 震惊之余 他笃定凶手一定是证员 因为他已经很久没出现 有足够的做完时间 正说着 顺基突然锁住地下室的门 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必须今晚完成 朴老师听到脚步声 狼狈地从床上爬了下来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顺基 明浩用梅子找来的铁锹 很快打开了木门 但此时的顺基 早已带着老师不知去向 梅子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却发现电话线已经被解断 顺基推着老师来到悬崖边 他问道 同学聚会一般都是混得好的踩过来 可今天来的都是一些失败的同学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顺基越说越激动 准备把老师推下悬崖时 梅子找过来 争执中 顺基不小心掉下悬崖 摔死了 但没想到的是 梅子刚把老师推回房间 就被明浩一铁锹派晕过去 明浩把老师丢进地下室 然后找来一桶汽油 准备一把火烧到这里 让长达20年的梦魇就此终结 明浩满腔怒火地点燃大火机 殊不知背后面具凶手正悄无声息地靠近 随即两人扭打在一起 明浩捡起地上的圆规 刺紧凶手的脖子 而凶手也不是吃素的 徒手扣爆明浩的眼球 这场血腥对决 最终以明浩惨败而告终 朴老师一遍遍地喊着永文的名字 然而藏在面具背后的竟是郑元的脸 他抬起板凳 想砸死老师 却被赶来的梅子及时制止 郑元并非是听从梅子的安排 而是他意识到 对于朴老师这种人而言 或许活着比死亡还要痛苦 梅子告诉警长 郑元后来跑了 是死是活他也不清楚 警长连忙动员下属 务必要尽快抓到郑元 郑元的家很破旧 警察破码而入后 并没有在里面发现郑元的踪迹 一个点满蜡烛的房间 引起了警长的注意 地上是雾浊的积水 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坐在椅子上 看着满屏雪花点的电视 走近一看 才发现女人死去多时 已经变成一具干尸 这个女人难道就是郑元的母亲 隔壁的房间贴着很多新闻报纸 让警长感到奇怪的是 桌上的首饰 抽屉里的内衣 还有衣柜里的衣服 不管怎么看 都是年轻女性的 也就是说 郑元不像是郑元的主人 根据调查 她也没有姐姐和妹妹 飘在水里的照片 是一个女孩和母亲的合照 虽然女孩的样子看不清 但直觉告诉警长 她很可能是梅子 墙上贴的报纸上 刊登的全是五个受害者 以前看完朴老师的新闻 诗号 恩英 达峰 顺基 还有名号 他们都是朴老师宠爱的孩子 都是成功人士 聚会每年在这个时候 也都会如期进行 显然这一切 完全不像梅子说的那样 大家要对朴老师满腹怨言 完全难以成立 警长接到下属打来的电话 得知受害者真正死因 是中毒 恐怖的现场 不过是凶手的布局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在这些受害者的同学中 并没有叫梅子的学生 郑元也不存在 当时班上只有一个 叫真元的女孩 原来真元就是梅子 就是郑元 警长来到朴老师的住所 果然在厨房发现了化学药剂 台面上还残留着一些 没吃完的有毒的蛋糕 案件真相 渐渐浮于水面 聚会当天 真元一袭白裙 还化了美美的妆 弹奏一首钢琴曲后 外面用餐的五位老同学 在吃了蛋糕后 纷纷中毒 真元拿着匕首 来到餐桌前 然后当着朴老师的面 让他们死得不能再死 原来 这些老同学受到的伤害 都是真元杜撰的 自始至终 被同学 被老师看不起的 只有真元一个人 那些被朴老师冷落和歧视的瞬间 也都是他一个人在承受着 真元逃出医院 把老师带到海边 向他绝望地控诉着 真元小时候很胖 家里又穷 所以老师不喜欢他 就连想和永文做朋友都不行 参加接力赛的时候 他不小心摔倒 朴老师不仅不安慰 反而怪他拖后腿 给了他一耳光 还让他下蹲一整天 作为惩罚 真元来出巢的那天 恰好窗外一阵风 把焦粪的气味吹了进来 同学达峰捂着鼻子 说他在裤子里大号 孩子还可以说是童言无忌 可老师呢 作为一个女人 他不应该更体贴吗 结果在达峰打小报告后 朴老师却严厉地 把真元赶回了家 真元的母亲 得知女儿在学校受了委屈 气不过 于是去学校理论 结果在途中遭遇车祸 真元在朴老师身边 整整一年 为的就是复仇 如今愿望达成 他不顾朴老师的哭求 毅然居然跳进了大海 其实五个同学罪不至死 真元这么做 无非是让老师明白 是他的罪过 间接导致了五个学生的死 让他负罪地活着更痛苦 不过故事最后 码头只剩下孤零零的轮椅 老师已经爬着 掉进了海里 影片上于2006年 时隔多年 再看依旧很震撼 从恐怖片的角度来看 这部电影够血腥够重口 倘若是当作一部教育科普片 他揭露出的问题 同样犀利 老师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扮演着难以取代的角色 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在影响着孩子的心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又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我 Origin 我 的 余